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就先從這個開始講 這是我的簡介 然後呢 書寫這個廣播發酵水 我剛剛忘了講 我在中央廣播電台主持那個 故宮文部的節目 法文的哈哈 祝人最樂 我是故宮文部的 主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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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竟然是這樣在巴黎 當然要落幾句法文 不過我覺得你們這些 LKK 應該 你們知道的法國不是怎樣 因為這原來的對象是 有些貴婦 所以呢 就是一些名牌 一般人心腹中的 巴黎呢 就是一些華服啊 美女啊 之類的 嗯 然後呢 Le Barret 那你常去的巴黎是這樣子嗎 在座大概 有誰去過巴黎 巴黎不放心 那你們窮的都好像 然後呢 上去這邊 就是大家平常 應該都會去這些地方 然後呢 可是呢 巴黎當然絕對不只是這些 我曾經去過了 這個 然後呢 從巴黎文學三部地圖講起 就是我從我那本書 開始當它的一個梗蓋 其實都是內容都是從裡面篩錄出來的 嗯 OK 下一張 那這個的話 它有沒有那個光筆啊 有在這裡 是哪一個 中間那個燈泡這一個 按這個燈泡 那請各位看一下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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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名的一對 師生戀不見容於社會的不倫戀 然後呢 就在做Eloïse Abelach 那他們最有名的就梁思秋有關於他們 比從書信往返的那個什麼情書之類的 可是最後兩個人都是以道了修道願而終結了這一生 然後呢 那可以看到這邊 這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Abelachese 拉雪茲墓園 因為我不知道等一下我們許堅強 那現在順便先介紹一下 巴黎有三大墓園 那最大的一個就是 其實還有很多別的 最大的是這個20區的 大概在歐二十區 就在這邊 Abelachese 在他的那個東北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Montmartre Montmartre墓園 就是差不多到第九區這裡 然後還有一個 那比較南邊的就是 Montmartre墓園 在哪裡? Montmartre墓園 下面十四區吧 我當然看不太清楚 OK 那我其實我都講的是很粗淺的 然後文藝復興時期的話 那當然就是Mondéne Michel de Mondéne 那請各位看一下右邊這張圖 那是在那個 Lassovaux 所幫大學裡面 那我們這邊不是考試 剛好今天這兩天 我們不是大學在考試嗎? 那就是五百五郭比 有 你可以看到他的腳特別的亮 那是因為學生經過要考試之後 就會摸一下 然後就覺得說他會有好運 所以到了最後他的腳就變成這麼亮 然後那我是在書中有載錄 他一個那個蒙田的巴黎的愛情宣言 那當然因為大家都聽不懂 所以我要準備中文版 中文版請這位香港同學幫我唸一下 自想巴黎變占據我的心 我就是因為這座偉大的城市 才成為法國人 巴黎之所以偉大 尤其因為其五光十世 五語倫比 巴黎是法蘭西的榮耀 是全世界最高尚的壯士 對 這就是那個蒙田的巴黎愛情宣言 OK 然後接下來呢 剛剛 然後現在這是十七世紀 因為我現在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每個字 蒙田為什麼會寫這個愛情宣言 他不是住在巴黎 他也是在巴黎出露也肯定有的啦 然後是這次的莫里安 那個字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右邊那個圖就是莫里安 他事實上他是在這邊出生的 第一區 第一區 可是呢 很多人 對 很多人都以為 因為這看起來很不起眼 其實很小 我覺得他 他那個就是 那個橫寬橫寬 然後很多人反而以為這邊 因為這邊有一個莫里安克的雕像 然後看起來好像跟 比較像真的 原來呢 這個是在那個 不知道幾世紀的時候 因為他也是名人住過 然後那個房子就會很多人想去住嘛 所以呢 就有一個下水 就是內臟對不對 下水是不是動物的內臟 一個下水的商人 就是動物的內臟 動物的內臟 下水的雞啊 對 然後那個商人他就買了 人家騙他說 欸 這個是莫里安克死在這邊 然後就買了他房子 然後把他弄的 門面弄得很漂亮 然後從此以後呢 很多人跑去阿黎 要平靜莫里埃的那個故居的時候 都以為是這邊 其實是應該剛剛那個地方 不過兩個地方不遠就對了 都在第一區 然後呢 我們就知道 前一陣子熊霸展 為什麼我們檔次當場跟你查那麼多 前一陣子熊霸展 那郭京霸不是死在舞台上嗎 然後他不是說 藝人最好的歸宿就是舞台嗎 那很多人他就是認為說 莫里安克也是因為 也是死在舞台上 事實上並不是 他那時候是演那個演出劇 叫做《心病者》 那他就是坐著這個椅子 那他好像不知道什麼病忘了 然後就把他抬回他家 他最後應該是死在他家 他家其實也在這附近 這Gommé des Français 其實真正我們熟悉的巴黎很小 巴黎其實不大 然後呢 理性的十八世紀 那這邊有很多是學哲學的 那我只能講一些皮毛 就是那種風花雪月之類的 這個 佛羅泰安克福爾泰 那大家都知道福爾泰 他們那時候都很喜歡追捧一些女靈 那對上面這一個 這個地方叫 他現在好像會變成他的 欸我講話很快 你們來得及聽嗎 可以 聽得到 你講話一點 我們聽快一點 對 我訓練你們 這樣你們的反應才會比較快 然後呢 他就是 他現在好像變成一個巴黎的檔案中心 那為什麼我這個照片上照出這邊呢 因為就是佛羅泰安克他跟另外一個貴族 佛羅泰安克其實是假貴族 他並不是貴族 他就是他的背外宣傳 因為他的家境還不錯 然後他們兩個在這邊就是為了女靈 然後就他就被揍了一頓之類的 所以呢 這就是勸見各位 然後呢 接下來下面這一個 下面這張是他的幕嗎 他的那個 因為真正的 真正又真正的大人物 就是會被 奉 那個奉煉在那個 Bandeon 宣賢詞 宣賢詞 待會兒有時間我再介紹那個幕員 沒時間就算 比方說佛羅泰安克 還有那個 Victor Hugo 余果 還有那個 Housseau Housseau 還有大眾馬 還有那個叫什麼 Émile 那叫什麼 Émile 寫愛美人 那種 就是Housseau 不是不是Housseau 另外一個 那不是寫那個 那種突然忘記了 啊不管他 佐拉佐拉 也是在先賢詞 Émile是獨鬆 對對對 可是佐拉的名字叫 É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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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然後接下來呢 那這個就是 像我們台灣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建宗嘛 那那個 這個也等於是 那個巴黎的 一個是 陸域大帝 還有另外一個是 奉彌 亨利四世高中 就是他們的名校 那這個校友 大家都看得懂 是 Baudelaire Téritas Dictoire Ko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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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發掘的 我覺得說是 對 發掘Baudelaire的那個Kotier Baudelaire的那個 不知道什麼 Flaude Flaude Mal 二之華 二之華就是獻給他嘛 前面的題詞 然後如果 Molière 羅曼·羅蘭 Sartre Sartre侯爵 Sartre Baudelaire Decard 就是 畫那個 芭蕾舞的那個 然後 Delacroix Delacroix當然就是那個大畫家 Bonbidou 以前 Shirac 他一些總統 Michelin等等 那我要怎麼弄回去 幫我弄回去 幫我弄上一張 然後呢 喔 下面這個就是 他所謂有名的Baudelaire 他的巴士底域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不是都學到那個 地點跟大家講 點點點 在場地 地點呢 第四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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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算 自己看 對 最明 那他那個 巴士底域呢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 不是都學 可能1789年 法國大革命 我們革命黨人 攻陷巴士底域 講的一副好像可歌可泣的樣子 結果事實上裡面 好像只有幾個人而已 因為而且都是一些笑 很多都是一些有貓餅的神經病 然後原來那個 Sartre侯爵本來也是在那裡面 可是他在大 就所謂的革命黨人 攻陷巴士底域之前 因為他已經太神經了 他已經被弄到一個療養院 精神病悍的療養院 所以事實上那個 那後來巴士底監獄 他這個現在都已經不存在了 因為那時候 密特朗他不是在巴士底那邊 幹了一個劇院嗎 所以通常現在這些連遺跡都不存在 我們只能看到一些 他的模型或者是他的圖片 他的圖畫來做評調 我覺得各位對巴黎歷史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他一個叫做 在那個碧卡索 碧卡索的博物館對面 就是巴黎歷史博物館 我蠻喜歡那邊的 我覺得他就是小而美 像羅浮宮的話太大了 反而你去那邊看了眼花撩亂 你講那個在什麼地方 在山區吧 應該是在馬黑區 山區那邊 所以大家下次去法國的時候 巴黎的時候可以去看 我是很喜歡那邊 OK 那現在呢 也是理性18世紀 福爾太極案 各位要是喜歡探訪 山區的話 而且這個就是在拉丁區 我們一般我們這些觀光客 一定會去的地方 很近 他就是在那個 納特達姆 圣母院的對面 他不是巴黎 有那個塞納 然後有提案對不對 然後他就是在那個 森尼謝 關過去的那個提案那邊 然後這邊住了非常多的名人 我這邊就是舉了六個 大家是比較熟悉的 那你可以看到11號 19號2325 19 OK 27 其實都很近 巴黎事實上很小 那我下一張 各位知道這是誰住的嗎 你們都是那麼有小問 梁同學 哪一個啊 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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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號應該是福爾泰吧 佛菜 27層次 19號你還翻譯過他的東西 呃就是巴爾扎克 你有沒有 福爾拜 福爾拜 錯錯錯錯 福爾拜啊 你給我福爾拜 那個 太多了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深淵的那個 王爾德 王爾德 然後等一下下一張 下一張接 接你 那是個 福爾拜在什麼地方 不是 那個 福爾拜在什麼地方 福爾拜沒有在這邊 福爾拜其實大部分是在那個福爾 他在巴黎 待著 我那書裡面 欸為什麼我沒辦法按下一張呢 OK 十一號是那個英格爾 那個畫家恩格爾 就是畫土耳其玉女的嘛 十九號的話 就華格納跟那個西貝留斯 都是音樂作曲家 然後二十三號 魯瑞耶夫 就是以前俄羅斯的芭蕾舞星 二十五號是魯瑞 就是他的一個詩人 跟那個喬治桑 油染 喬治桑跟誰都油染 然後呢 再來十九號的話呢 就是王爾德 菲薩羅 那 十九號最重要的是 波特萊爾 波特萊爾在那邊也有住過 而且他的二字皇是在那邊寫的 所以 我們要是 為什麼那個 那個是一個公寓嗎 沒有沒有一個hotel 一個旅館 一個旅館 我覺得很喜歡他們 他們古代 對 好像都很喜歡住在旅館 就是 而且是長時間住很久 那種 以旅館為家 然後二十七號 就是 波特萊爾 菲爾泰 菲爾泰是在那邊過世的 過世 他所謂 巴黎法國的一樓 就是我們的二樓 這你們知道 好 然後呢 帆自己 接下來呢 喔 我又不能害呢 OK 十九世紀 那當然最有名的 就是我們的 Littal Ugo 我都還沒有翻譯過他的 他不是說 在哪一系 在什麼地方 他這個很有名 Maison de Ville 就是在那個 那叫做Place de Vosges Place de Vosges 對 Place de Vosges 對 以前叫做皇家 皇家廣場 現在叫做那個Vosges Place de Vosges 然後是拿破崙的時候開始改的 因為那時候 他好像Vosges這個地方的稅收最高 最多 所以他好像就把這個 那這個Maison de Victor Hugo 就是如果他們的確有全家有在這邊住過 然後後來就他也是把一些名人 故意改成像博物館嘛 那他這個博物館事實上很小 而且是免費的 免費的 那我覺得各位有空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事實上他這個Place de Vosges 這個Place裡面也非常多的名人住過 比方說那Cévinier Mardin Cévinier 十七世紀 十七世紀是不是 十七世紀很有名的一個沙龍的一個女主人 Mardin Cévinier等等都在裡面住過 OK 然後接下來下面這一張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福爾泰 不是 Vito Hugo的頭像 那就是他在這邊過世的 Avenu Vito Hugo 那他這個就在比較郊區 巴黎的十六區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那個 反正就是巴黎十六區了 Nui 那一代 他這其實在奧特也 反正十六區就不會每天都這樣抵御 可是這樣其實有點不對 有點像我們的天母那種感覺 那他 那這為什麼我提出來呢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名人過世以後 很會用他的名字來幫一條街命名 那可是那個Vito Hugo是唯一一個生前 他都還沒有過世 原來這條路並不是叫Vito Hugo 他還沒有過世 然後就把那條路 他住的這條就是這邊 命名為Vito Hugo 所以事實上 魚果他除了在文學上面的表現以外 他在政治上面也是 在法國也是 婆有的地位 對 那左邊這個呢 就是Volta Volta Vito Hugo Vito Hugo Vito Hugo寫的 Notre Dame L'E-Misère Hab' L'E-Misère Hab'原來他的書名是叫 L'E-Misère 就是悲慘 我主持的法文節目叫 L'Eure des Musées 就是博物館時光 我每次都笑說我的是叫 L'Eure des Musées 我那是悲慘時光 然後呢 也是他一個皇家廣場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 現在變成叫做Plaze de Vosche 開始動筆的 所以後來他不是那個就變成 你看L'E-Misère 將這個書名定位 OK 自己看 好接下來就是他的他家裡面 我們知道19世紀的時候 所謂東方主義在歐洲開始盛行 那所以你看看到他家就弄了之後 我們就稱為L'Eure des Musées 就是其實這有點貶義 就是中國那些小玩意兒 那些Chinois Chinois就是中國小玩意兒 你看到他家 就我們華人的眼光來看 我們都覺得有點不倫不類 我們覺得有點不倫不類 可是他們 那這個是他的房間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們不是都人很比 應該不過法國人個子不高就對了 可是最起碼 可是他們的床都很小 等下會看到那個普魯斯特 像我也去過看過 那個莫內 那個人都很大隻啊 然後床都很小 都不會掉下來 奇怪 然後呢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可是L'Eure des Musées 他也是一個很棒的畫家 這是他畫的 他畫的東西就是比較抽象 這是他畫的一個名片 Gag de Visite 然後你看到這邊 噹噹噹噹噹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桌子 他的桌子不是像我們這個那麼矮 所以他在寫作的時候 一般是站著寫的 他是站著寫的 他的高度 剛好這樣子 接下來呢 十九世紀現代派鼻祖 當然就是我最新迷的 Sharle Bookland 看看富特萊爾 問題是翻譯不出來他的 那這上面這一個呢 Huudkoyer 這九世紀也是在那個 拉丁區附近 反正你看到四五六 差不多就是一般觀光客 最常去的那邊 拉丁區 那他 當然他原來那個 那個地址已經 原來那個住處都已經不在了 不是不在 就是都跟以前不一樣的 那他比較 我覺得 我覺得去巴黎真的可以去墓園看一下 因為他的墓園 像我是很想去墓園 因為墓園 第一個他裡面很多文人張在那邊 我們去等於是某程度的平調 不只文人藝術家等等 那第二個呢 他很多的雕作都是非常的精美 而且都是一些名家 出自名家之手 那我們現在看到右邊這一個呢 就是波特萊爾在蒙巴納斯墓園的 可是他不是站在這邊 這是他的一個墓雕 一個後來人幫他做的那個墓雕 那上面可以看到他這樣子 以手織儀嘛 就是撐著沙發 那下面有一個大蝙蝠 然後他橫的那個呢 這其實就是我那本書的封面 他橫的那個就是波特萊爾的一個雕像 他們是說臥像 躺在地上 然後身上纏著一些 我覺得有點像穆乃伊濃 可是我沒有查出來他為什麼這樣採 那他為什麼做出這個形象呢 事實上也是出自於他的一首詩 一首什麼蝙蝠 蝙蝠嘛 什麼撞到了什麼牆之類的 OK 然後接下來 那這就是一些 因為我的名人故居 就是主要一些那個 名人他們在巴黎的一些行長 那所以這邊都是波特萊爾他住過的一些地方 像巴黎除了那個Lit de Cidade 那個City島以外 事實上還有一個島叫做 Lit de St. Louis 聖路易島 我是非常喜歡聖路易島 他不大 而且可是他那個也是比較古老的一個 就是裡面比較classic 比較老的一個島嶼 那各位可以看到左下角這個 可以倒數17號 這個很有名在法國文學史上很有名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在那邊 像他跟我剛剛講的那個Gaultier Delphi de Gaultier 還有當時的一些文人 他們在這邊就是弄了一個 有點類似大麻俱樂部 然後每次在那邊就是享受那個 吞雲吐霧的樂趣 然後靈感就很源源不絕 然後這幾個都是波特萊爾他曾經待過的地方 那左上角這個呢 為什麼 這個他沒有待過 問題是這個是他在Lit de St. Louis 聖路易島上很有名 可以說是全巴黎最有名的 你應該知道吧 賣冰淇淋的 就是白吉隆 像我帶我兒子去 我們就一下吃一個 一下吃一個 可是其實法國什麼東西都很貴 他好像一個冰淇淋 好像五歐元還六歐元 好像好幾年前去的 你說那個沙龍是在什麼地方 他們寄會的人 17號可以當樹 就是在聖路易島上面 都很容易找 因為他這個很大 他其實這個 我記得這個17號以前還是一個法國 一個大臣 很有名的一個大臣他的家 應該是這個 OK 好 接下來 29世紀呢 那就是我們梁兄曾經分譯過的王爾德 那我不曉得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對 見你年輕的時候 我比他美吧 你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巴黎我愛你》 都沒有 你也沒看過 你小孩子也沒看過 有啦 有嗎 你有看過 耶 終於有一個 那他 就是右下角這一個 就剛剛羅先生說 右下角這一個 《巴黎我愛你》裡面的一個劇照 因為我們知道王爾德他不是很誘惑嗎 那他跟他男朋友吵架 結果後來王爾德好像出來幫他們開市什麼之類的 那他當然王爾德最有名的就是他過世 因為他那時候不是因為所謂的雞肩 然後在英國混不下去 所以才跑來巴黎 而且我們法國是兼容病序 任何人都非常歡迎的 所以他就跑到 他要謝也要這樣子 蛤 沒有 要一直插腿好不好 我腳也這麼溜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個就是13號 他叫做 當初他過世的就是在這個Hotel裡面 叫做Hotel Nisse Hotel 然後在Hudebosat 你看75006 反正都是在那一代 都在那一代 然後呢 他 然後這裡面那個波赫市也住過 所以他上面有兩個牌子 中間不是一個羊頭嗎 左邊一個牌子右邊一個 一個就是掛王爾德 另外一個是掛那個波赫市 有嗎 他有犯過波赫市 有犯過波赫市 他什麼都買犯過 哼 然後呢 然後他 那當然他最有名 他最有名的是他生前一句話 他說我跟我的壁紙拼了 因為他看到他房間裡面的壁紙 看得很不爽 所以他說我跟我的壁紙拼了 那 事實上他過世的時候非常窮困潦倒 連下葬的錢都是 好像一個 一個婦人幫他出的 那左邊這個當然是最有名的災難 蒙巴納斯墓園 蒙巴納斯 我那時候去拍照當然是很久以前了 那可是現在的話 巴黎市政府 因為你看到上面一大堆養墓者嘛 然後就親 用那個 就這樣我們女生 然後用嘴唇這樣親上去 我記得的時候我很想親 可是我實在是親不下去 我不敢親 我怕等一下要幹嘛了 所以我沒有親 可遠關不可親外 他據說現在應該是有用那種玻璃罩 還是那個 反正就是有用玻璃罩把它滑布起來 因為他要不然他也是崩化什麼之類的 好 那這裡面有一個小典故很好 那第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面容 他的面容是 王爾德他曾經寫過一個詩集 叫做斯芬克斯 是按照他在斯芬克斯裡面那個形象 他的面容是王爾德 然後他的那個造型是像那個師生人的面相 那加上來還有一點 可以看到他身上是蠻裸體的嘛 那他至於說他的那性器官部分 有一個很好笑的 就是曾經被 不知道是仰慕者還被什麼卡掉過 就是拿去收藏 拿去收藏 然後可是又有一說說結果 就是後來竟然變成那個守墓 守墓那個Guardian 那個所謂的 他的指證很重 然後指證 反正就是有很多那些瘋狂的粉絲 沒有補回去 有 現在有補回去 然後接下來二十世紀 當然第一個就首先要提到的就是 布魯斯卡拉克斯拉斯特 馬克斯拉斯特 他最有名的就是 阿拉克斯拉斯特的 地當貝爾地嘛 那 喔 上面這一個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在十六區 就是相對於是巴黎的郊區 那 大家可以十六區在左邊 巴西啊 那個 看到沒有 好 很大 他當然後來的區就越來越大 因為越來越郊區了 然後呢 他叫做Jean de la Fondaine La Fondaine 路 那 其實這條路上也蠻多 可以值得去的地方 比方說像那個 因為因為我有一陣子 對那新藝術很有興趣嘛 像那個 Gima 新藝術最有名的那個Gima 他也 也在那邊 也是在這一帶 有他的房子 然後他住在那邊 還有他的工作室 然後下面這一個 為什麼 事實上普魯斯特他 他在巴黎也搬過很多地方 那我特別舉出來這兩個地點 一個是上面是他出生的地方 那下面這一個呢 布羅瓦奧斯曼呢 就是他寫那個 《追憶似水年華》 大部分就是在這邊寫的 這個 可是現在這個 其實事實上他那時候過世的房間 不過他很多就搬到 我剛講那個巴黎歷史博物館 等一下會給各位看 可是他以前還有開放 就是可以讓我們這些 閒雜人等可以去參觀 可是後來被一個銀行買了 現在是一個銀行 所以已經不准人家參觀了 那普魯斯特他是一個 就神經非常細膩的一名男子 那他 所以他非常怕吵 那是他跟我說過他又被吵死 然後呢 所以他把他牆壁 其實我們都常常在他那個書上都聽過 他就是用的叫boiserie 像那種軟木 然後鋪在牆上 這樣才沒聲音 那根據我的 我找到的資料 他已經怕吵到什麼地步 就半夜神經要是樓上有 因為用人有時候晚上要起來做事之類的 那他甚至會給錢 給住他樓上鄰居的用人 就說給你們五十法郎 還多少 你們晚上不要起來吵 然後還就是說 這樣穿那個軟的拖鞋 要吵到他 好 接下來下一張應該就是他的房間了 OK 左邊這邊呢 他就是把他整個房間 通通搬到我剛剛講的巴黎歷史國務館 Gangnabale 那你可以看到左上角那個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是醫生嘛 他爸爸的一個畫像 那他的床事實上也很小 就事實上正在他那 追逝水年華裡面都有描述到他這個床 就是什麼古童 黃童 黃童的床架 然後他的床 然後他就是描述這個房間 然後接下來呢 右上角這一個就是在Tourville 就是在諾曼蒂 諾曼蒂這個地方是 要是對文學有興趣的話 這個地方是一定要去平調的 他叫做Odelle de Hoshno 叫做黑石旅館 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是旅館 那現在就改成公寓一間一間 那時候普魯斯特 因為他們巴黎人很喜歡去諾曼蒂 可能度個weekend之類的 那所以他就是住在這邊 他住在這邊 然後呢七十年後呢 在普魯斯特住過七十年後 就是在華人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位 法國女作家 也是我唯一一位比較熟的 就是Dihas也在這邊住過 也在這邊住過 他在這邊有個小房間 所以我曾經進去平調過 你知道我覺得法國人很好玩 因為他是一個現在變成一個私人的住宅小區 一般像我們這種外人是不能進去 可是他裡面有人出來的時候 你就趕快進去 他不會罵你 他會讓你進去 然後你進去以後 然後我就跑到最裡面 哇 因為我翻譯過Dihas的電影 然後就看到他描述的那個地方 然後就覺得很感動 然後呢接下來這個是 Rui Loan 他是 這個就是他是在這邊過世的 所以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才會照出來 他在這邊過世的 在十六區 好 接下來 OK 那這個時候這就不唸了 因為太長 因為當然這就是他寫的 《追憶四水年華》最開頭的時候 那我們都知道他不是什麼 吃了一個Madeleine Madeleine 右下角那個Madeleine 要扭看Madeleine小蛋糕 然後因為Madeleine又長得像那個聖甲克 然後左上角 聖甲克那個貝殼 然後把它放到那個斷花茶裡面 然後所以他就開始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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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想了一大堆 對不對 問題是現在已經破滅了 登登登登 因為根據最近好像去年還是前年 找到的一份資料 普魯斯特他最開頭寫的時候 並不是吃Madeleine蛋糕 他吃的是什麼呢 劈餅 燒餅 麵包塊 他是對 你看 所以你就覺得文人是不能相信的 他連吃一個這個 不知道是他改的還是他的編輯幫他改 那 那就是說讓我們已經那麼多人 吃了那麼多 瑪德蓮的人 情何以堪 現在要改成吃這個麵包塊了啦 就覺得 喔 所以這種人就覺得很氣 OK 然後最後都會到了20世紀 Lost Generation 這大家都是更熟了嘛 因為英文你們都是更熟了 那當然呢 他有一個叫做Prelost 我自己寫的啦 叫做Gertrude Stein Gertrude Stein 他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本身蠻有錢 因為他是一個collectioner 他收藏了很多 畫作藝術品等等 那最有名的是怎麼樣 Picasso幫他畫過一幅 他的畫上 那時候Picasso還默默無聞嘛 然後我擺姿勢擺來擺去 換了幾百幾十個姿勢有 然後最後終於畫好了 然後把他畫的一幅 很灰暗的樣子 那因為那時候Lost Generation 真正的Lost Generation那一代 就是我們的Hanny Way啊 Pherson Gerard 然後什麼 Charles S等等 他們那時候都是一些 還沒 還剛剛要準備冒出頭來的 一些小作家 然後都很窮 所以呢 他就跑去 那個格主斯坦家 因為他最有錢嘛 而且人有錢有錢 就請他招來一些文人 然後他就 有好酒好菜 大家最主要是要去那邊吃喝的啦 然後呢 那加上還有一個就是Post 就是後 後Lost Generation 就是Henry Miller Henry Miller 他就是 離他們住的地方就比較遠 他住在比較郊區的地方 那一般 Lost Generation 他 右上角這一個 他就是Café de la paix 對 這為什麼我照出這個 就當初 這才差不多就是1920年代嘛 它是有個時代背景的 因為那時候美國發了一個禁酒令 美國經濟大蕭條對不對 然後發了一個禁酒令 就是不能喝酒 所以那些愛喝酒的 文人末世等等 就通通跑了吧 然後加上俄羅斯 俄羅斯那邊不是 剛好就是什麼十月 是不是十月革命 反正就俄羅斯在革命 所以他很多那些舊的那些貴族 那些貴族文學家等等 或者是一些騷人默客 也通通也跑來巴黎 所以巴黎就 我翻譯過侯邁 侯邁有拍過一部滿怪的電影 就是講一些 這個年代的一些偵探 什麼耳魚我詐那種情況 就在描寫這些 就是匯集的詩 大家都在那邊不知道幹嘛 然後呢加下來 那所以呢 當初海明威呢 她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就跟她的新婚 新婚夫 新婚妻子呢 就到了巴黎 然後她們兩個就是在 Café de la paix 就是這離那個 歌劇院非常的近 其實我都還沒有進去過 一般來講我都懶得進去 我都在外面評調 第七七 第八七吧 很好找 歌劇院在這邊 她就在這邊而已 很好找 然後她進去 然後她們兩個大自大喝酒 結果就把錢不夠 錢不夠 她就把她新婚老婆抵押在那裡 然後回到酒店去拿錢 然後再回去亂找 然後接下來下面這個呢 這個很有名 這個地方呢 就是會對於Café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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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她在巴黎的時候 就是海明威 就是住在這邊 然後她這邊那個牆上 因為她在名人故居 她們都會掛一個牌子嘛 然後可能寫一些她的 一些生平的一些court之類的 然後她上面就寫說 這就是我們住過的巴黎 所以我們雖然窮 但是很快樂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當然就是海明威 帶過了幾個像很有名的一些 咖啡廳啊餐廳等等 左上角這一個就是 Café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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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這邊寫了序勢招揚幼兆軍 然後據說我也沒有進去過 其實因為它那時候太貴 我根本沒錢進去 因為我不可能每個咖啡廳通跑進去 那它據說裡面還保留一張當初海明威坐過的桌子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那邊拍照什麼的 然後右上角這邊它是 它也常在這邊出入 然後下面這一個 應該是下面這一個 因為那時候有 對它的傳言 所以它長得很偽暗 一個像大帥哥很壯的一個男士 然後又留著小鬍子 可是很多人就有傳言說 它事實上是同性戀 因為它小時候 它媽媽都把它打扮成小女生 那所以呢 當初就有一個記者披露 那海明威 它當然要捍衛 捍衛它的那個熊丟丟 怯狼的那種形象 所以他們就在那邊打了一架 然後呢 那這句當然就很有名 因為那個已經英文 已經中文翻譯翻譯得很好了 所以現在等於變成一個定義的感覺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怎麼樣的 那大家就看過 就這樣子嗎? 好 這部電影有沒有人看過? Mid Night in Paris 你們其他人可以不要來 走開 走開 你們到底有沒有童年啊? 然後 這是Woody Allen導演的啊 然後就是Mid Night in Paris OK 但是呢 其實我很討厭 就是外國人去詮釋巴黎 我對巴黎可能有點潔癖 比方說呢 像他這張海報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現在的 就這個男生 因為他穿越 其實我就很討厭穿越旅 穿越到1920年代 也就是Lost Generation 那個年代的巴黎嘛 所以就碰到了那些文人等等 那可是你光看這張海報呢 你發現他後面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是那個梵谷的星空嘛 問題是梵谷它是在 它是在那個法國南部的 Saint Hemi那邊畫的 根本就不是巴黎 這是第一點 那還有第二點呢 因為你們都沒有看過啊 它裡面有很多 筷智人口的一些法文相送呢 我特別 比方說呢 但是你們不曉得我們聽過啊 第一條就是 這是第一條 然後第二條呢 是 裡面最有名的就是這兩條歌 聽起來都很好聽對不對 問題是說呢 前面那一條是1930年代 後面那一條是1940年代之類的 所以說他在這個穿略到1920年代的時候 這兩條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那當然了 你可以說他只是藝術手法 並不需要那個 Lani Laito 這邊就有寫 Lezanne Folle 關於那個他所謂瘋狂年代和美好年代 是不一樣的 大家知道 然後呢 最主要就是巴黎 Lezanne Folle 在這上出現了 巴黎我的母 跟我說我1930年代 然後就 今晚我獨自一人 今夜1941 所以不可能出現在1920年代的巴黎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多那種 這部電影在所謂的知識文人圈子裡面非常的紅 然後他在那邊一直吹捧 可是事實上他裡面破綻也不少 那都沒有人知道 我就覺得那些人不知道在幹嘛 那我不是文人 你根本就沒看過 還敢講 你不適合聽我的演講 然後在Sevazquez 這個法國老師都趕快跳過去 那還有講嗎 同年在巴黎 OK OK 我不知道 我才是愛上的 我才像這次 我才不想念 我才是愛上的 我才是愛上東西 我才是愛上的 我才是愛上的 我才相滿 我才會下滑 我才會下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為什麼會想寫墓園 所以我在我的墓園墓園裡面 我就先為什麼不想 我就先把他的話給堵住 最像我任何人愛文學 好奇中年婦女 我跟好奇美女來說 也認識巴黎的墓園 然而怎麼樣 書寫墓園的速度 永遠也追不上 靈魂強勁墓園的速度 因為就在我剛寫完 還沒有副紙印刷的時候 Michael Jackson 又過世了好多人 你就可以寫續篇了 三篇四篇 你都沒買人家敢講 那這篇有賣到大陸版權 那個北京中信 我兩本書都有賣到簡體字版權 那這就是介紹一下巴黎的墓園 對 巴黎的墓園就是 Atom New Hope到那個Atom New Hope 我就繞幾個拉丁文 因為現在光霸文已經不足以滿足我了 所以我現在要繞拉丁文 然後他們其實蠻好玩 因為那時候像Berre Lachers 因為他是在比較郊區 他還不屬於巴黎市 那時候巴黎還是屬於塞納省 還沒有獨立變成一個市 所以塞納省省長 大家平常比較習慣的 就是埋葬在比較靠市中心的一些墓園 那像這個Berre Lachers 因為你當然後來就開始越來越多 然後屍骨滿為患 所以他就希望往郊區發展 所以他剛才說那個Berre Lachers墓園 他是在東北相對比較郊 那時候比較郊區的地方 所以他就希望說大家能夠往外面 巴黎外面一點埋葬他們的過世的親人等等 可是那就沒有人 所以他就弄了一個 這也要宣傳 他就把那個拉風丹和莫里埃 他們兩個的屍骨引到這個墓園 還有我們剛講的Eloise和阿貝拉 艾洛奇斯和阿貝拉這對師生戀 就把他們這幾個大人物 然後都移過來來作為廣告這樣子 OK 然後這都是我那同學拍的 蒙馬特墓園 蒙馬特墓園就是在18區 打滴打就是因為你們一般人 對法國文化相對比較不熟悉 可是他在這就是法國家喻戶曉的人物 他本來是一個埃及的埃及小姐 所以可想而知長得很漂亮 那他我真的蠻喜歡他的歌聲就是比較沙漠 比較沙漠的感覺 Pardonnay la vie m'est n'impossible Vin m'est n'impossible 然後他的圖像 事實上他是自殺的 然後五十幾歲就過世了 就你看他這個雕塑就整個很哀戚的感覺 那右邊是他那個 那左邊後來他愛及小姐 後來就到那個法國的演藝圈去發展 然後那在那附近有一個 其實歐洲我是別的國家我不太熟 那最起碼巴黎他所謂的廣場 很多廣場實際上都非常小 都很小 那他就有一個廣場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叫達利塔廣場 哦 這個是誰呢 有誰知道 茶花女 茶花女喔 茶花女那他就是站在那個網馬特墓邊 長得有點像林黛玉的畫像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那個那個 不是有種狗 有種狗 像一下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我把髮型啊 媽有氣勢啊 不是不是 另外一種 OK 茶花女喔 然後他的本名叫做Alphonse 那他當然為什麼會流傳於世 那當然就是因為小縱馬 小縱馬寫著茶花女嘛 那至於說像我們女生就是喜歡那種風化學樂 所以像至於說小縱馬到底有沒有真正愛過茶花女呢 有一次呢他父親就是大縱馬問他 結果小縱馬就說我對他的愛是同情的愛 你說好慘 然後反正後來他就說那個既然有 既然有茶花女那當然我們也有小縱馬 小縱馬是埋葬了離他不遠 就是在那個蒙巴納斯墓園兩個人埋的地方 沒有在一起埋的地方不遠 那他這個這種就叫做沃爾的那個墓啦 奧蒂洋嗎 這也是法國東方主義畫開的 就十九世紀嘛 東方主義什麼 他主要就是畫沙花 那你這樣看他的畫不怎麼樣 不是不是怎麼樣 就我們比較 其實我也不熟啦 那可是他的墓前有一尊青銅雕像 非常的令我動容 看到沒有 就是跟他所描繪的那個 類似沙漠啊那種感覺 一個賣花女 那最令人感動的就是 比方去平雕湯墓的人 就拿一朵花鮮花放在這個女生的手上 這種事只有我們這種無聊女主才會做 好ok然後接上來 耶 只有唱老師還好我就有準備 我就有準備說要送你 然後Laguru啊 Laguru呢這個大家好像沒聽過 可是要說French con con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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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的創始人就是他 他他就是在紅墨房的名舞娘嘛 那至於說最有名當然就是因為 Annie de Lucre-Lautrec就是羅德烈克 把他給也是等於永恆化了嘛 什麼叫菠蘆類啊 菠蘆類是說的 對對對對對我先就是要解釋 那因為他他就是他在那個紅墨房他比較好放 雖然每次跳舞跳一跳 可是很多客人有很多桌子嗎 然後每個人當然 法國人本來就想喝酒嘛 所以他經過人家桌子的時候呢 然後就會把人家的桌子上面的酒拿起來 咕嚕 咕嚕 一三十個他叫咕嚕 ok 那他就是長這樣子 這個照片是我跟紅墨房要的耶 我寫信給他們 然後他還真的寄了一個CD給我 這是他年輕的時候啊 那所謂的美人都是無法見白頭的 look a look a 結果後來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也是十分的潦倒 因為身材走樣了等等 然後他就變全 他在紅墨房前面搭了一個 車子叫做拖車住在那裡面 然後變成賣什麼火柴啊什麼之類的 好 蠻慘的 ok 那這次要來的Nikinsky Nikinsky很有名的芭蕾五星嘛 他的幕也是很特別 然後就是以他的一個叫做皮楚虛卡裡面 他扮演一個小丑 扮演一個小丑 那他我覺得他寫這一句 我聽了我也很感動 我是Nikinsky沒人愛他時他就會死去 他寫的 有人說他發瘋嘛 他最後有好像 然後楚服這個大家總知道了啦 他說楚服他在台灣很有名啊 我翻譯過他好幾部電影 最後地下鐵我有 因為每次影展都會不停的 吵這幾位新浪潮的導演 其實他的電影我覺得 我沒有我沒有 並沒有聽到 那也是他的幕就相對很普通 就是一個一個大理石這樣子 布魯斯特也是這種 可是令人感動就是有那粉絲 會獻上一朵玫瑰等等 這樣子就很令人感動 終於看見蒙巴納斯木園 蒙巴納斯木園 第一個當然就是普特萊爾 普特萊爾呢 他大家都知道 他非常討厭他的繼父 就是OPIC 上校還是中校 那可是呢 最後他還是跟他張在一起 通通張在這個 這個 墨穴裡面 這我們剛剛看的 喔 需要 這個 你知道嗎 是要去看spour 對嗎 這套歌 所謂的淫繪歌曲 就是他寫的 他 他長得情貌不一樣 可是呢 所有的美女都很愛他 我們美女都是愛材質的 然後呢 比方說畢基巴杜啊 然後那個Jennebert King啊 就是現在那個愛瑪森那個國金包 就是用他命名的 然後等等 那他家呢 左邊這個有很多那個 就是他家 那他的幕 其實我覺得就是過世的人跟活人一樣 你看到誰的幕前最多花 最多東西 最多粉絲來評調 那就是他最受歡迎 他的就是最多 還有那個Jim Morrison 反而是那個美國的 那個Doors那個歌手 我們知道法國的電影就是舉世文明 然後他是法國電影資料館的創辦人 他的墓碑也非常特別 當然因為他跟電影有關係 他上面就是用那個像電影的那個短片 然後加上他的墓碑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名片 我總共只看出來一個亂世佳人 不曉得你們看出來哪些片子 就中間那個 中間看右邊那邊有亂世佳人 其他我都不知道 然後這一個呢 這是誰呢? 這就是寫那個Maurice Leblanc 寫那個亞森羅平 亞森羅平的那一位喔 其實他在他在諾曼帝那邊 他他有他自己的一個博物館 所以他這邊只是我覺得是不是衣冠種之類的 然後這個帕帕與沙特 他們兩個生前就是不是要什麼獨立之類的嗎? 他們生前雖然是所謂男女朋友 可是呢 他們沒有住在一起 他們沒有住在一起 但是沒講到他們過世的時候 就是身不同情斯特 身不同什麼 反正都聽得懂 然後兩個人反而就被葬在一塊 那有一點我想跟各位講一下 特別講一下 我們要是去巴黎的墓園的話 會看到 我們這邊都燒香拜拜 他們那邊會看到很多人拿那個小地鐵票 然後上面用石頭壓著 就代表說我是來這邊平吊的 那至於說為什麼用石頭 小石頭呢? 這個我有查過 因為常常說那時候出來 是不是猶太人出來擠啊? 反正就是他們在光幕裡面 沒有辦法去有鮮花那些 去平掉他們的死去的長輩或親屬等等 所以他們就用小石頭來代替 於是這一個習俗就一直流傳下來 這算是猶太人的習俗 你去法國的時候就會常常看到 很中間牧上放了一些小石頭 很像臺灣人鬼夢床 鬼夢床是放那個名紙是不是? 是用石頭壓著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好快點G-Hust G-Hust這個你們男生比較不喜歡 我們女生是很喜歡的 我剛剛不是說用小石頭嗎? 然後要用那個地鐵票 這邊偏偏有一個人是非常的高調 就是我用了一刀超大 我看過這個影子情人這部影子 可是不是你翻譯 那時候我還瞎 然後這情人這部影子就怎麼樣 那問題是右下角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限制極的來了 因為我怕你們肚子餓特別整備 他當作這部電影呢 事實上G-Hust很不喜歡 因為他第一個他是 他就弄得比較魅俗啦 我也不喜歡 然後可是最有名的就是 泛國女生通通愛上了梁家輝的屁股 很俏 很遠 所以他到那時候最有名是因為這點而出名的 然後他可以拉鞋子 哎呦真的好多 我就跳過去 這個總統他為什麼 這是一個總統 可是他是死於馬上峰 所以他就是講這個 我是 真八卦 你管人家 然後肖邦 我這邊肖邦 肖邦大家叫鋼琴詩人 事實上他的心 他的心是漲到波蘭去了 然後他的其他地方才是漲在巴黎 安格爾然後這個 這個就大家看這邊拉鋒丹莫莉安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都德的木不好找 因為他的比較很細 他只有一點點 所以他他在離拉鋒丹不遠 你們要按圖所記去找比較比較 一定要按圖所記去找卡拉斯 卡拉斯因為他裡面也有那個 呃就是所謂的火葬嘛 所以他這就是一個小牌子 那卡拉斯他就講 我先失去了 我的小雲再失去了 我失去了歐納西斯 好慘 好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仙之極 我都講了仙之極來套 那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看到蒙田 蒙田他的腳腳不是特別的亮嗎 那這一個呢 他為什麼某個地方特別亮 因為他就是那時候他跟拿破羅三世 拿破羅三世侄子決鬥的時候 很年輕22歲 然後他過世的時候竟然國旗 那所以很多人就認為說 啊 我覺得這臺灣男的知道 一定要去之若物 然後我去那邊拜一下 然後怎麼樣 所以他那邊就越來越那個 對呀 登登登登登 摩地利亞 摩地利亞 你也站在背後來協志 Piaf Piaf大金剛就是唱那個 Laviyahosa 從啊 玫瑰聯商 玫瑰聯商電影就是我翻譯 王爾德 這個剛都講過了 甜鹹詞 哦 布露帶魂 我們剛剛有講過 然後再來 如縮 哦 我覺得把三個ounds 還這樣弄在這一間感覺起來好像不是很正式的感覺喔 雨果在左邊然後中間是大動馬加上左蠟馬 OK 終於講完了 謝謝各位 厲害光了 你們上場感到右邊 我們上場 amor的 我們上場了 都加 coś